參訪珍珠港亞利桑那紀念館 總統向當初喪命的陰靈致哀 美國蔡大協會主席末見全程參與 並進總統過激夏威夷 牽動美中台三邊九粒 11月3號美國總統川普 就跟蔡總統一樣搭船 前往亞利桑那號紀念中心 台美兩國元首接連造訪夏威夷 受到關注 川普亞洲行強碰蔡總統出訪南泰 本來11月3號 良緣都會在夏威夷 引發川蔡會聯想 儘管最後一刻 總統回程過境改關島 不過已經讓美國媒體高度關注 甚至有媒體隨性採訪總統 參訪珍珠港 川普會在這裡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地方 對 低調不受訪 不過夏威夷談香山新廣報 以頭條報導 強調蔡總統在川普之前訪問夏威夷 還有媒體將川蔡兩人照片並列 總統造訪珍珠港 不只全程讓媒體拍攝 而且還特別選珍珠港碧源的時候 讓總統包場 總統造訪珍珠港 和美方大臣共識 刻意避開人潮參訪 凸顯美台私底下高層溝通密切 尤其總統出訪 時間一改再改 最後定調 在中共十九大後 川普亞洲行前 凸顯台灣希望在 美中兩大強權中間 取其最大利益 我相信特朗普進行亞洲 我們會繼續看到 美國的負責 平和穩固 這包括 維持穩固的關係 台灣 和其他朋友 和朋友 東西文化智庫 與學者討論十九大後 兩岸與美中台三邊關係 立任總統拼外交 過境總愛挑美國領土 藉由過境拼台灣能見度 既有全世界安利家園 隨行採訪報導